难道是货北参加商业 他有几个几号来着 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于是 您是不是不知道这银行卡的密码呀 我现在有理由欢迎您盗取了这张白衣银行卡 保安能报告别 什么投稿 这张卡是我女婿给我的 你给我冤枉人了 引女婿给你的看 您会不知道密码吗 有什么话 由着和警察说去吧 别别别千万别报警 我自己给我女儿女士打电话 要抓你也要抓他就行了 喂妈 来 顾北参你在哪里啊 赶紧到银行来救我 他们要报警抓我 嗯 你是不是动银行卡了 我不是说那张银行卡不能动吗 我怎么知道啊 你这张卡是哪里偷的 你竟然连别人的白衣卡你都敢偷 你想害死我是不是啊 你赶紧过来 要抓也要抓你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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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给我看好他 我来了 你这个废物你 你偷我的手势也就算了 你这张银行卡 你这张银行卡 你这张银行卡好点都敢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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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了 你们偷到银行卡 就等着做老板 保安把警察给我叫过来 是 这张银行卡他就是我 怎么可能啊 你全身上下的衣服 不超过两代爱情 因为我很好骗是不是 来你们好好看看 是不是这张银行卡的主人 天哪 对不起顾先生 说我有眼无珠 没有认出您就是这样 买银行卡的主人 实在是抱歉 难道你今天心里 感觉无法的嘴巴 你应该 对不起女士 实在是抱歉 是我们搞破了 好女生 原来你真是白衣说好啊 快取一银现金出来 我要用钱砸死他们 我让他们知道 得罪白衣父王赵母娘 可没那么简单 要是真被赵母娘知道了我的身份 她还真敢拿钱把别人砸死 还是不能告诉她 妈 什么白衣黑卡 这张就是一个普通的遗憾卡 里面一分钱都没有 不信让他们看看 什么 不可能 这连白衣服卡都会认错啊 你该不会是不想给我钱了吧 妈 我说的是真的 什么白衣符号啊 什么白衣黑卡啊 如果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你给我仔细上来借张银行卡 到底是不是白衣黑卡 实在是抱歉女士 因为这张银行卡 和我们的白衣银行卡确实很像 但是她确实支持一张普通的银行卡 什么啊 瞎着你们的狗眼啊 连白衣黑卡你们都会认错啊 她的老娘我还高兴一场 我要投诉你 实在是抱歉女士 还有你这个费用 你这钱也没有 你说什么走啊 搞莫达的气候 你像谁啊 还白衣父皇 我呸 你 顾先生 不归原主 嗯 很激烈 我们认为套送你们的时间没有犯牺牲 我会去找你们好者 谢谢顾先生 到这么长时间 茶叶不能偷东西的时间 不抓紧了 进来 哦 你是刘定理官 说 谢谢 找我的同事 进来上个月 你不是在我们公司拍卖行 拍卖了个翡翠吗 昨天拒诊有人拿到我们自己来卖 什么 卖 他也拿不出什么数据 我呢 今天想特意过来问你 一般你的翡翠是受人了呢 还是就说 是什么不凡分子别偷了 你把本事买过来给我看看 好的 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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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啊 他真的是我那个爱 我认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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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般人啊 是守护费先生的夫人 由这一缺钱低价卖掉吧 记得 来卖的是个男的 看上去也不怎么有钱 男的 我得给顾先生打个电话 我认识的人 顾夫人在外面有什么小白脸吧 哎顾先生啊 喂 金妇 你过来吧 哦 你现在在哪里 我过去找您吧 是啊 前两年 我送给你夫人开业店里 拿到翡翠 竟然有人被卖到我这里来了 什么 翡翠在你那 刚好在找 你不用过来找我了 我现在过去找你 好嘞好嘞 好嘞 真是得了全部非光芳 真是得了全部非光芳 真是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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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政府大人啊 这就是政府大人啊 有钱人 都这么低调啊 做下去吧 做下去吧 这到底怎么回事 让牛兄也跟你说吧 那就是 是这样 昨天有一个男士 拿了一大包手 让我们点的还来点的 其中里面 就有这名粉碎 我看了眼珠 像是金董的东西 于是 我就留意了 心里 师父 把他这个粉碎 去找回见到 金董说 这是您说明明夫的那个东西 我今天呢 是特意过来 统治您一下 做得好 您就是帮我一个道路 因为手里大人做事 是今生的人的信号 我先生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您从生意中 转不过来 需要我帮忙吗 哎呀 不是不是不是 其实这个翡翠啊 一直在我丈母娘身上 昨天我们家季小涛了 把我家丈母娘保险箱全办了 我丈母娘还怀疑是我套 这我不正着想套了 你们就给我一个大线索 真是太大线紧了 原来是这样啊 哪个不得念的小套 既然都到您家里来了 确实是个不想念的东西 刘经理 待会你跟我去现场指认一下 以后还我一个清白 没问题啊 正好我也没理由的事 要么我和两个一起去吧 看看 有没有一个地方能帮我吃饭啊 好 那我们就一起去 哎 今早了这件事你有多吗 好说 这样你们先等一下 我上去喊我岳母 哦好大 妈 不是小偷你还敢回来啊你 妈 我已经找到小偷是谁了 我回来啊 就是特意为了请你 跟我去抓小偷的 真的假的 小偷不是你 妈 我骗谁也不敢骗您啊 那你也不敢 走吧 我都要看看你到底耍什么花样 有声你回来了啊 小偷找怎么样了 找到了已经 哎我给你们过去吧 好 行动啊 您怎么来了 该不会他知道送我的翡翠 被偷了来找我的麻烦了吧 听顾先生说您那旷翡翠丢了 我和顾先生是一起回来抓小偷的 哦 原来如此啊 我那翡翠可不是故意给弄丢的 都是那小偷太坏了 我明白我明白 你放心好了 让金先生先走 金总您先请 还是让顾先生先走吧 他这废物哪里配啊 金总啊 我岳母让你先走 你就先走了 哎好好的 先请 你带我来这个老太婆家干什么 抓小偷 看什么看哪里人家抓我了 你神经病啊 送上门让人家看我们的笑话 是不是啊赶紧走 你偷有病吧 下老老的这衣服都没穿 叶佳偷了你这个小偷 可不就是招货 哎 这也不是谁小偷 说你呢 偷了我岳母的手势 还放了这臭袜子进去来栽赃我 哎我说 你这脸皮可真是够厚的 你是不是以为没人知道你做了什么 你胡说什么分明就是你偷的 还敢故意栽赃陷害我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哎哎哎 郭北川你敢逗我 奶奶快要救我 郭北川快把我哥放开 叶青青你干什么你 大清早要带着你的废物老公 跑到我家门口来喊着火了 还把我哥打了 你是想打架是不是 北川已经找到叶鹏偷东西的证明了 他就是小偷 胡闹抓贼要抓走 你这叶鹏偷东西拿出证据来 想看证据是吧 金董刘经理记得吧 金董您怎么来了 刘经理 你仔细看看 哥里面有没有人拿的匪彩去当 不是啊 不知道已经有个事了 叶鹏那个不眨眼的东西 居然把东西拿到金董手下的人去买 这会被金董知道了 金董带的人到这里来认人了 你们是这样 别跑 这回你没得跑吧 就是他 拿着一大包手势到我大库里来卖 还卖了一千多万 好啊你这个混蛋 你今天连我的东西你都该偷啊 爸你今天不把我的钱还给我 我打死你 你胡说让我随便找一个人来说就是我啊 我都不认识他 一定顾别让锦囊演员的故意栽生陷害我 说我栽生陷害 刘经理 你给他转账的一千万应该有转账记录吧 拿出来让大家看看 到底是谁拿出这一千万 没问题 我的当铺有监控 随时随即可以保证我说的话 你好大的胆子呀 一鹏 我送出去东西你也敢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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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